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早餐当中加入一种或者是多种的超级食品 可能会有利于你的大脑功能 帮助你提高注意力 并且能够增强饱腹感 话不多说 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 因为方便快捷 很多的人喜欢以麦片作为早餐中的主食 但是事实上 无论是素食的麦片 刚切的麦片 还是老式的麦片 都含有多种的营养成分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开始新的一天 燕麦是可融性的纤维的来源 那么可以帮助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而且还具有极强的饱腹感 可以让我们在上午的工作当中 不会因为肚子饿而感到分心 还可以与牛奶还有浆果来搭配食用 第二种要推荐的超级早餐食物就是鸡蛋 那么鸡蛋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而且它的饱腹感甚至比麦片还要更强 有研究表明早餐吃鸡蛋的人 比吃麦片的人饥饿感更低 此外鸡蛋还含有叶黄素 这是一种有助于眼睛健康的抗氧化剂 当然鸡蛋最受欢迎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多样的 煮鸡蛋炒鸡蛋炸鸡蛋蒸鸡蛋 每天都可以换着花样来吃 浆果也是一种营养物质非常高的 而且热量很低的超级食物 但是因为浆果很小 我们一般不会把浆果当成水果那样单独来吃 所以它很适合用来做早餐的冰沙 还有燕麦片 或者是牛油果吐司等早餐主食的配料 那么基本上所有的类型的浆果 都含有丰富的纤维抗氧化剂 维生素 还有矿物质等宝贵的营养物质 不仅是热量低 饱腹感强 最重要的是 浆果当中含有各种的植物的营养素 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比如说花青素 它被认为是可以保护大脑 免受智力衰退的影响 而且还可以降低身体炎症的发生 并且具有抗癌的特质 下面要给大家来推荐的是希腊酸奶 和传统的酸奶相比 希腊酸奶的蛋白质的含量会更加的丰富 同样它的饱腹感也是非常强的 而且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重要的微量营养素 比如说维生素 矿物质 还有益生菌 有研究表明 益生菌不仅是能够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 还可以改善精神的健康 而且它的做法也是非常多样的 不仅可以与燕麦混合着吃 还可以加到沙拉当中 或者和浆果以及切碎的坚果来混合 做成冻糕来食用 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麻子 那么也被称作火麻人 那么大麻子拥有丰富的植物性的蛋白质 每100克的大麻子就有29.9克的蛋白质 它里面的优质脂肪 Omega3和Omega6的比例是1比2的黄金比例 这些优质的脂肪酸无法在人体当中合成 只能通过食物来摄取 这些营养成分被认为是具有抗抑郁和抗焦虑的作用 有抑郁心理的健康 而且大麻子里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有矿物质 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超级食物 它可以搭配燕麦冰沙或者是冻糕来食用 也可以单独的生吃 生吃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 但吃太多还是容易长胖的 它的口感跟坚果是很接近的 味道有点像核桃还有腰果 全麦的吐司是早餐中另一个优质纤维的来源 它可以让你更加的扛饿 一早上都活力满满 因为全穀物的食品在体内分解的速度是较慢的 所以它可以使糖分更缓慢的释放到血液当中 从而改善餐后的血糖水平 而且使你一天的情绪和能量都更为稳定还有饱满 并且全麦吐司还是一种营养丰富且简单的食材 不论是提前的购买 还是用面包机自己来做都很方便 还可以抹上你最爱的坚果黄油 配上一个煎蛋 让你的早餐营养加倍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在很多的早餐的菜单当中 都能够看到牛油果的身影 它里面还有优质的脂肪 还有蛋白质 并且能够增强饱腹感 这种超级食物的水果 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提供更多的甲元素 根据2020年到2025年 美国人的饮食指南 美国人对这种必要的营养物质 是摄取不足的 那么甲是有助于维持体内的液体平衡 并能够帮助降低血压 还可以促进整体的健康 它可以用来制作冰沙 也可以被涂抹在吐司上 下面给大家推荐的是叫毛巫芝士 那么英文名叫做Cottage Cheese 那么与希腊酸奶类似 那么毛巫芝士也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很多宝贵的营养物质 还可以增强饱腹感 它的味道非常的温和 脂肪含量呢 只有一般Cheese的2%到10% 吃起来也是很健康的 而且呢 它里面还含有一种保护细胞健康的 抗氧化剂 它可以减少胰岛素的抵抗 降低血糖升高和潜在的糖尿病的风险 毛巫芝士可以作为酸奶的替代品 和牛油果一起涂抹在烤面包上 或者是用来制作沙拉和三明治等等 如果你平时懒得这个剥坚果的话 不妨来试试改用坚果酱 我们都知道这个坚果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脂肪 可以为我们的身体补充抗氧化剂 还有蛋白质 并且呢 促进我们的大脑 还有心血管的健康 尤其呢 是坚果酱 不论是花生酱 杏仁酱 还是腰果酱 都称得上是超级食品 用坚果酱来代替普通的黄油 或者是调味品 不仅是可以增加营养和饱腹感 而且呢 还可以省去包坚果的麻烦 可以说是懒人的福音了 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些超级早餐的食物食材 平时都是可以在Costco买得到的 但是由于最近美国的供应短缺 还有通货膨胀 很多的食品呢 物价都在飞涨 包括呢 连以量大石灰著称的Costco呢 也没能幸免开始涨价了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食品呢 既可以批量的购买 也不用担心食材的保鲜 是抗通胀的不二之选 那就是冷冻食品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 由Eat This网站推荐的 八款Costco最佳的冷冻食品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一款最近悄悄上架的 Tatto Chef的这个 这个蔬菜捞面 据介绍呢 它里面是混合了花椰菜的面条 胡萝卜 西兰花 甜椒 青豆和毛豆 并且呢 拌入了红辣椒酱 那么风味浓郁 很适合呢 用做午餐 目前呢 Costco的网站上 还搜不到它 但是有小伙伴说啊 很多的地方的线下实体店 已经有售了 价格为11.99美元 在2023年 有健身计划的小伙伴 食补上一定是少不了西兰花 那么在Costco 购物最大的好处之一 就是你可以批量购买 任何的东西 包括西兰花 这款大家都在抢的是 冷冻的Kekalan 有机西兰花 一袋呢 大约是四磅重 价格在7.99美元 最近许多小伙伴 在Costco的冷冻区 发现了Fabboy 冰淇淋三明治的身影 这种独特的 有饼干夹着冰淇淋三明治 之前一度大受欢迎 它此前呢 在Costco下架了 不短的时间了 但是在2022年底 它又悄悄地回来了 一回来呢 就再次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目前呢 18件装的价格 为9.99美元 那么这个是 仅仅在线下店有售 三面要推荐的是 Kekalan招牌的红鲑鱼 这款去骨带皮的 野生阿拉斯加红鲑鱼片 可以说是Costco冷冻区的 明星食品 甚至有人要说 这是他们保留 Costco会员资格的原因 这款红鲑鱼片呢 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每份是5到7盎司 无论是低温烹调 用平底锅煎 还是用空气炸锅炸 它都不会让你失望 目前呢 它在网站上的售价为 每份44.99美元 下面这款 叫做Jazz Bear 果面炸鸡块 那么曾经多次是登上了 Costco十大扫货的榜单 从去年年初开始 它在各大社区的讨论度 就一直很高 在被TikTok的一位网红 评论为家庭版弗莱基以后 这款这个炸鸡块 就经常是被扫断货的 网友对它的评价是 又大又脆又辣 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建议使用前呢 先用空气炸锅来加热 目前呢 它在网站上的价格为 22.99美元 下面这款是Kickland的有机蓝莓 就非常适合批量来购买 用来当作我们的 超级食品早餐辅料 那么蓝莓一般是要到 夏天才会上市 所以呢 在冬天呢 冷冻蓝莓就成了 不错的选择 这款呢 有机蓝莓的 每袋的重量为3磅 里面呢 不含防腐剂 非常适合用来当作零食 或者是搭配燕麦 甜点等等 它的售价是8.59美元 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 是一款好吃的鲦鱼烧 那么这一款呢 是带馅料的日本花肤饼 共有三种不同的馅料 巧克力奶油 香草奶油 还有这个红豆肉桂 那么这个吃之前呢 可以先用空气炸锅 加热一下 目前呢 30件装 售价为13.49美元 最后我们来看一款 Moules Nanas的意大利肉丸 它每盒里面呢 有多个油高品质 不含抗生素的猪肉制成的肉丸 里面呢 不含硝酸盐 还有添加糖 并且呢 是无肤制食品 口碑一直是很棒的 在Costco的线下的售价为 16.99美元 以上就是本期为您推荐的 9种超级的早餐食品 以及Costco最畅销的冷冻食品 想要了解更多Costco的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 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